每个学位在研究当中都是一段历史 都是经过多少兵力总结出来的 那我们说营克特 职场 职场这个学位一般的来讲 如果说它这个学位它有充血 有话要考虑它是一个炎症比较多 职场炎 或者这个病人就是一个腹泻 但是我用这个学位 我治疗过直肠脱锤 Poleps 我也是 治疗这个像慢性利疾 这些 治疗这个 我觉得我1987年 我去医疗队 到安徽大别山缺医少药 那我们的医疗队真是各科医生 一个副院长 一个小儿外科主人 呼吸科主人 小儿内科医生 还有内科医生 还有妇产科主人 还有耳鼻科主人 还有放射科医生 我这代表我是做麻醉科 那我们各科搞了一个综合医疗队 看好多病人 这是支持这个边缘的贫困地区 其实有一个小孩 一岁 他就是直肠脱出 每次大病完 直肠脱出将近一村 后来妈妈抱着这小孩 说的怎么办 就找我们这小儿外科主人叫王浩 说的 那现在在这里也很难手术 你给他那么多小孩 做直肠悬调书 所以你只能说 这小孩大病完 那你还是慢慢慢慢慢慢 给他拖回去 后来以后 他又没什么办法 最后介绍到我 说黄主人 你能不能给他治疗一下 我说可以 反正咱们在这里 医疗队没有别的办法 那我就可以用这耳移给他治疗 我就在这个地方 我贴了四个王八流行词 一二三四 因为这是职场 它的脱锤 这个肛门 然后大肠 然后我给他加上皮 加上脑锤体 脑锤体是收缩的 皮呢 因为它是属于中筋下线 所以你一定要给他一个 加强 他的肌肉的收缩的力量 这个皮 就像你百慧一样 那也是收缩的 那么我就用这些穴位 在两个耳朵上 我给他进行的治疗 然后我就告诉他妈妈 我说你每天要给他压这个穴位 特别大穴王 那以后压这个穴位 结果我到医疗队是大穴山 七个月 所以他们有的呢 就到我们这个医疗点去来看 有的呢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经常下到他们的队上去 给他们看 有个月以后我就看到这个 到他们点上 我看到我这个小孩 这个病人家属 我说怎么样 他说真是效果特别好 说他已经上去了 那我说我再给他治疗一次 所以有些治疗的效果 你是想象不到的 你这手术不能解决的 现在这么多小孩 你那吃药也是解决不了的 但是我只是用耳穴 我给他贴 我用提升收缩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的针灸 有补有蟹 在耳穴也有补也有蟹 我也给他补 那治疗以后 这个 脂肠脱针解除了 就很多 嗨默瑞 痴疮 内疾外疾 特别是血栓外疾 你看血栓外疾 病人很痛啊 它不能够全 臀部都坐在这个椅子上 它只能靠着 一边去坐 是吧 后来 那这个病人来了 你说这个病人是谁 是我们外科主任介绍来的 叶楚梅 叶剑英的女儿 石大元帅啊 管达军委 副主席啊 石大元帅我基本上 我都给他们去治过 刘八成 念荣针呢 徐杨简呢 因为 我治疗的这些 都是这些所上 晚上 一处没来 不能治疗 就是我们外科主任 特别学一条黄主任 清理会人 我一想 我给我 这样的病人 都不是一般的人 我看他一看 那就学生外职 所以我马上 我在这个地方 给他放学 放学以后 我贴盲目的因子 我里边给他贴两个 外边也贴两个 我一对贴 一对贴不就收缩了吗 所以顿时就感觉 他有收缩 那我再加上 四大直学学 所以四大直学学 是太好了 四大直学学 这里的 就是脑垂体 身上线 隔皮 它不就收缩了吗 你加上直肠 你加上肛门 所以马上这个 病人 哦 就可以做了 血栓外置 你把它一放学 它多余的水肿排出去了 那一个收缩的学位 可以收缩了 做了 你看这么快的效果 所以我 这个叶楚梅最后就真的是跟我是成好朋友 因为她也是 叶金亮的最大的女儿 她说的 我这么好的效果 你能不能到我家里给我先生去治疗 你说她先生是谁 周嘉华 国务院副总理 那人家就不能说到我诊所来了 人家开着大红级车来接我 到她家去 我一给她诊断 前列性肥大 我开始是给叶金银行的 那她呢 是急性肠炎 那天晚上她 拉肚子 拉得很厉害 我正在我们医院内给 这个办 那个 医学这个学习班 不少的学生 在我们那儿听歌 突然警卫员来了 警卫员 说她院长叫你赶快去给首长治疗 叫你出诊 我说什么问题 她还好 她告诉我那是什么问题 她主要现在腹泻